到了瀑布我选了两个下去的景点 这个我都能试 但是最终一个要走三百级台阶 这个我就不敢尝试了 因为如果真的要是下去的话 那么下去再上来 估计我就真的开不了车了 那么来了以后看到很多小动物 大的动物是吧 比我大的都有 比如说有一种瘤 下巴上有点胡须 我不知道中文的翻译叫什么 但它跟我们看到的这种西藏毛瘤性质是一样的 它在漫游漫游的走着 来回的游客车子都为它停下来 熊到现在为止没看到 刚才我们遇见一个来过黄石公园四次的一个美国老人 他说他来了四次都没看到熊 如果你要想找熊的话 去动物园的这个几率 要比到黄石公园来要大 其实我在Kansas刚刚看到过两种熊 一个黑熊 一个棕色的 那么棕色的很不给面的 只给我们看了一个他肥嘟嘟的屁股 头始终不肯掉过来 他在睡觉 那么黑熊还不错 跟我们打了招呼 甚至有过一些合影 在黄石公园的这些合影呢 有一些影像啊 我有可能会陆陆续续把它发在这个推特或者其他地方 那么链接我尽可能摆在这个这个视频的下方 置顶贴的回复中 我会把这个推特的链接发过来 这样整个在黄石公园包括这一路上的一些影像记录 有可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能就零零碎碎的看一下 因为我也不是很专业的拍摄 一般都是用手机拍的 数码相机基本上轮不着我来拍 而且我确实也不会用 今天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一件事 我们问路的这位美国老人差不多有90岁了 就是我刚才说来过黄石公园四次的 那么他到黄石公园来应该也就三四个小时的车程 就他住的不是很远所以他来的次数比较多 那么这位老爷子是一个人开车来的 他看到我们这种黄皮肤 第一句话问你是不是中国人 我们跟他说是 然后呢我们非常欣喜的准备探究一下 他是不是去过中国 他说没有他只去过香港 而且因为转机的原因 路过香港并没有进入香港 但是他非常关注香港 那么我专程回车上 因为上一次参加这个香港群像的这个节目 专门有义工 出售了一些这个香港的纪念章给我们 那我去拿了几个 最终我看他只是一个人 我送了他一枚像章 他非常开心 跟我有一个合影 我们应该知道一点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 他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冷漠 那么一位九十多岁的美国老人 他自己可以开车 那么跑个三四个小时 到他所喜爱的国家公园 而且看到我们是中国人 非常热情 主动地向我们问话 而且他专门提到了香港 其实我知道 很多东西可能因为语言的障碍 不可能有深入的了解 但终归 香港的声音 香港发生的一切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把他淡漠了 终归有一些人会记住他 无论是美国的政客 还是普通的美国民众 那么我们都知道 蓬佩奥专门发表了一个感慨 他说 香港政府没有完全行使 法定保护香港公民的这种程序 他们没有负担好自己的义务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 是针对12名从香港逃离 试图到达台湾的 这12个人肯定是参加过抗议的 他们害怕找后账 我们一直听中国政府说 说他们不会秋后算账 但大多数情况下 没到秋天他们就开始算账了 31年前出现了一次 这一次大家都学乖了 我们看到了有很多人 正在离开香港 那么有些人去了新加坡 有些人去了加拿大 澳大利亚 那么更多的人士 奔向了英国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 还有许多香港人 尤其是年轻的学子 当他们走上大街 参加游行的时候 他们跟家里就已经划清了界限 因为经济 因为认知 因为各方面的原因 他们的家庭已经不再支持他们 所以他们要离开香港 他们的渠道很少 他们还在求学 他们没有个人积蓄 我们知道 游行开始以后 尤其是香港的这种大肆的抓捕 包括内地的警察 防暴 这些人 混同于香港警察 开始抓捕学生的时候 抓捕市民的时候 就有很多香港的学生 离开了香港 他们整船整船的 到达了台湾 有一些人 已经被安置了 在台湾 重新开始他们的学跃 那么有一些人 通过台湾的帮助 正在到达其他国家 其实早在五月份 美国这边就做好了一些筹备 无论是到达西海岸的 还是到达东海岸的 都会有专业的组织 帮他们分流 甚至已经预定了很多爱比营 帮忙去安排他们 短期的这种生活 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 来适应美国 来找到合法继续学业 或者生活工作的这些道路 那么我知道 这些动作从二月份开始 就已经有了 五月份就已经非常明确了 参加报名的组织和人员 越来越多 至于最终我们看到的 关于新版的国安法 由中央政府代替香港立法会 宣布了这一政策 那么国际社会给予香港提供的 这些援助就更多了 无论是各国政府 还是公益组织 非盈利组织 参与的会越来越多 美国政府已经明确的表态 英国人也给予了更多的签证上的 这种优惠 甚至英联邦国家都在欢迎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转为工作许可 甚至是最终定居 完成绿卡和公民的申请 到了这一步 各个人参与 或者说一些民间组织参与的这种需求 就不是很旺盛了 所以我知道有很多人 这个行动并没有完全展开 就已经延期歇骨了 因为各国政府已经介入了 那么直到今天 我听到一个买国老人 跟我谈起香港 仅仅是一个地名 不禁让人想起 前面半年 大家所做的一些准备工作 甚至已经租下来的一些房子 准备好的爱比银 去帮助他们 适应美国生活 其实我知道 没有一件事 像人们预想中的那么完备 就如同打仗一样 每一场战争都不会按照预案去打 都有变数 但终归这些努力都不是白费的 因为尤其是以美国英国政府 这样的情况出面 对解决逃离香港的人们 对他们的安置应该来说 是更为优惠的 并且国际组织和个人的努力 不可能代表政府 既然离开香港的人 已经获得了政府的帮助 我们只能由衷地祝愿他们 在新的国家 新的环境中 能够更快地适应下来 记住香港曾经发生的一切 终归会有正义得到舒张的一天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